欢迎收看温度手作的频道 我是Vivian 谢谢所有的老朋友再次回来这里收看我的影片 然后也非常欢迎新的朋友加入 那这个频道呢 是关于所有编制大小事的一个频道 应该是说就是我对一些我正在进行的作品啊 然后我看到的一些任何跟编织相关有 编织有相关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的一些分享这样 那希望大家会喜欢 天气变冷了 真的很开心 因为我们终于可以把平常没有办法穿出去的作品 就是穿戴出门 然后展现一下我们超棒的手工艺 虽然呢 前几天真的有非常冷的那个气温 可是对我来说这种 我这种不太怕冷的人来说 其实还是不够冷 但我还是硬生生的把我最近完成的作品 穿戴出去了 只是就是走到 我只要走一段路 然后进入到室内我就开始就是汗流浃背 然后看起来有点 有点就是狼狈这样 但还是很开心 就是我可以把就是平常不能穿戴的作品穿戴出去这样 那今天照例 我要先来介绍我完成的几个作品 第一个呢就是大家有发现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 它是Hoji Locatelli设计的毛衣 它其实有点像庞球 然后它是它的支图名称叫做Duck Cloud 我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样 我是它最特别就是它的边边 它是前后两片就是overlapping 就是就是有重叠 然后造成它一个很漂亮的那种圆口 这样大家看得清楚吗 就是下摆是这样子 很可爱的一件衣服 然后我跟朋友都戏称就是 穿价很冷吗 手很冷是不是 没有口袋是不是 直接放进来 超温暖的 还不错 然后我这个算是八分秀吧 对 就还蛮美的一件衣服 对 好 这件衣服我用的线材是Wawfolk的 美丽诺跟棉 就是合成的线 然后它的线很特别 就是它的唇棉是织成锁链的管状 然后把美丽诺羊毛包在里面的一个线材 它很特别 所以它其实不会因为你 不会因为你织成衣服久了之后变形 因为它的唇棉是织成像我刚刚讲的锁链状嘛 所以它的那个拉力其实蛮够的 然后美丽诺的羊毛又锁在里面 所以它其实就是还蛮撑得起来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把它织成这件衣服就是很挺的感觉 然后它不会像一般美丽诺的线材就是软塌塌的 或是唇棉就是穿久的会拉开变形这样 所以我觉得它这款线蛮厉害的 对 然后这是我完成的第一件毛 而且我都被织有效说 这是我有史以来织最快的一件 一方面是因为 我觉得因为这支图已经买很久了 然后如果我再不织的话放到明年的冬天 我真的觉得我不会再织它 因为太久了会失去那个动力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 这个线材因为它是比较粗 就是算是 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应该是worsted或是bulkie 就是偏中粗的毛线 然后因为它粗嘛 所以织起来就很快速 而且它织图又很简单 就你知道hoi的设计都是很简单的东西 就是它的设计简单又大方又可以快速的完成 所以就是我就完成了这样 然后我第二件就是完成的作品是这个 Encata's Golf 就是这件 它是Bt Brooklyn Tweed 然后它的Wall People 那一个 我记得是12还是13 反正它就是上一期的 里面的作品 然后它的图腾真的很美 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它 真的就是 也是简单快速可以完成的一件围巾 那它的织图就是 这个织图它 里面除了这个一条的围巾之外 它还有薄围 就是圈肢的薄围 就是还蛮 CP值蛮高的一个织图 那我用的线是Bichet Bush的线 然后这个颜色真的是超美的 那我通常这几天我就是都穿这两件啦 然后我很多人问我围巾的用法 我通常很冷的时候 因为我其实我全身最怕冷的地方是脖子 所以我通常就是会绕一圈 然后直接就是这样打结 然后就出门了 就很简单 因为这边就是绑得很厚实 所以风不会灌进来 然后或者是说 其实没有真的很冷的时候 我就这样 就是这样披着 我都会留一个长一个短嘛 或者是更简单 就是更不冷的时候 我可能就这样子 或者是 前面 拉这样子 或者是就拉出来 就是简单的这样子 很好看 而且它这个颜色我真的觉得我选的蛮好 因为就是还就是很好搭配 然后很耐看的一个颜色 重点是它的唇羊毛就是很轻敷 然后这个Walfolk这款线也是啊 我觉得我人生 我本来以为我已经找到最柔软的线了 可是我发现Walfolk这款线更柔软 之前我都觉得好软嫩 然后下水之后 就是我怎么穿都觉得很舒服 而且你看我是直接贴皮肤 我里面没有穿 然后就是完全不会加 然后很舒服 对 然后其实就是因为我都有背包包 然后袖子这样摩擦来摩擦去 其实也不太会骑毛球耶 就我觉得它超神奇的 就很很舒服 只是就是如果天气不够冷的话 穿就有点太热这样 Anyway就是很 我很满意这两件完成的作品这样 然后我这一次在那个 好家在台湾我也是除了 就是帮忙顾摊啊 然后逛逛大家的摊位之外 我也拜了不少东西 像你看这个 看有没有小剪刀 超可爱的 然后这边是小扣子 对 然后这这一对耳环啊 是那个齐家路的产品 然后他们就是让我 我也是透过知物学才知道 原来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饰品的品牌 然后最让我惊讶是他们 你知道这个剪刀是可以活动的 真的超神奇 然后我昨天有点不死心 我就拿一张薄薄纸 然后剪剪看它竟然可以剪破 真的太神奇了 然后它有项链啊 除了耳环之外有项链 然后别针 然后它的工具类的饰品啊 竟然都是可以活动 比如说这个小剪刀的 再放大一点点的那个 坠子跟别针 它真的就是可以打很 打开很大 然后像一些测量尺 就是它是这样子 然后它可以这样拉开来 就是还有精密的那种 就是两尺啊 甚至那个上面小螺丝都还可以 就是活动 超夸张 然后我还有看过他们就是那个 帮别人定做法式刺绣的那种刺绣针 然后是做成别针 真的超夸张 而且是真的可以用 真的很厉害 就如果大家对这种精密的小视频 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他们的IG 看看他们的东西 然后支持一下他们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我现在下半身穿的这件裙子 很难解释 就它是一个高腰的裙子 我那时候试穿的时候 我还想说 天哪 我该不会 因为我觉得我的那个长期做的编制 然后腰越来越粗 我真的当场很想 很害怕就是扣不起来 结果没想到还蛮顺利的 它是一个黑色的长裙 站起来给大家看 就是这样 很可爱 然后它是一片的 然后而且它的皱褶 它是整件百分之百的亚麻 然后皱褶又是抓得蛮好的 很美的一件衣服 一件裙子 然后我这样子整套搭配 真的是超合适的 然后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我到这支影片的后面 就是会一个个列出来 然后给大家就是参考 就是请大家多多支持原创的设计师们 然后我还有买的一些东西 就是因为我的人 我就是一个巨大的人类 所以买衣服类的东西啊 如果只是纯上衣的话还好 就是如果牵涉到下半身的 像这件裙子是还OK 因为它还可以搭配其他的 裤子牛仔裤或是其他东西在里面 可是别的衣服 我通常都是太短 就是衣裙啦 所以我还有几件衣服是 还在定制中 所以就是 这支影片的后半部 我会把 我录起来的一些 好家在台湾的小片段 就是跟大家分享 然后还有很多没有提到的 那个摊位名称 我也会放在后面 就不一一介绍 因为真的太多了 然后就是 我还在编织中的作品们 第一个呢是 我已经冷冻很久的 Learning to Cry 这个Helen Stewart的披肩 对我已经做过一件 可是因为 第一件的作品 我送给一个姐姐 然后我其实还蛮想要就是 用它 所以我就 用了一样的材料 就是Ivy Blue Monday Young的 羊駝 Alpaca羊駝 的线 然后加上 它的毛海 这是Ivy的植物染 然后就是 目前 我已经冷冻它一段时间了 因为之前太忙 然后现在就是 有空档 就赶快来织它 我 这个礼拜应该是可以把它完成 然后定型 这样子 就 我在回头织这一件作品的时候 我就突然觉得 它好像有点太简单了 我觉得我连衣服都已经织 这么多件之后 我发现自己原来真的是有进步 所以在编织这条路上 真的就是不要去羡慕别人 好像很厉害 你只要多织几件 时间拉长了 你就是每一件不同的技法慢慢吸收之后 你也会变得很厉害 而且你也是可以越织越快的 这样 然后下一件就是我正在编织的作品是 这一件 olga的cento 这一件 然后在我织cento之前呢 我因为想要先练习一下brioche的技法 所以我就先织了那个 Vira的那件叫road trip的三角披肩 那因为呢 我现在没有办法给大家看 是因为我把那件披肩 就是借给植物学在好家在台湾那 那十天做展示 就是 呃 因为大家就是摸来摸去 所以我 昨天拿回来之后 就是b展之后 我拿回来 我就已经先拿去清洗 所以他现在还在亮感中 就不方便拿给大家看 就有看 大家想看的话 就去我的FB上面看那个banner 那个够美 够清楚这样子 然后那一件也是 因为呃 我想 我刚刚讲就是我想要学brioche的技法 所以 那一件刚好一开始是gather stitch在上面 然后 再来就是 中间有一些show row的 呃 织法 尾巴的那个edge 才是 那个边框才是brioche 而且是最简单 one by one的那个brioche 所以当我熟悉了brioche的技法之后 我就开 我就决定要挑战这一条 santo 因为它是整件都brioche 而且它 它是变异的brioche 它不是单纯的brioche 因为 Oga它的 它有它的那个特殊的技法 可是也不难 就是 当 当 我开始抓到它的规则之后 就是 我就一路 从 一开始这边 还有一些小错误 然后一直 一路 知道 知道这么大 现在是这样 然后到时候定型应该就是 可以拉开拉成这么大 很美 然后就是 反面的样子 就 我真的还蛮满意这件 这件 呃 围巾 算围巾吗 就披肩围巾这样子 因为它真的很漂亮 然后就是 我又有学到新的东西 这样子 然后我想我应该会 在那个 织图完结之后再继续织 把它往上织 织到线全部都用完为止 因为它 它的设计就是 它没有限制你一定 只能织到哪一个地方 就是你 你如果线够多的话 你就可以织长一点这样 就真的是超棒的一个织图 然后 我应该也是 就是我猜我应该12月底前 应该啦 应该是可以完成它啦 对 但因为我 我很贪心的就是 呃 我 我本来 我本来在G Road Trip的 那一件披肩的时候 我应该要用 我是想要用它原来使用的线 是伊西亚的那个海冷物 可是我后来没有 呃 因为那时候还买不到 可是现在就是植物学它有进 所以我下一件的毛衣 我就打算来用用看 海冷物那一款线 所以等我开支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 我想先完成收尾这几件 然后再开支那一件 因为那件 那件衣服有点小复杂 是一件长袖的 呃 羊毛上衣 那就 等我开支之后 下一集再来跟大家介绍 这样子 那这就是我目前为止的一些进度 应该没有了 对 呃 有一件还在冷冻中的那个 下山是Holiday 然后我是用那个Shiree汁 我还没有进度 就希望这个冬天结束之前 夏天来临前我会把它完成 这样 这样我完成之后 我就可以用伊瑟雅的那个亚麻线去织 再织一次Holiday 因为我真的觉得 呃 亚麻的下山真的非常的 非常的实穿 而且就是你把它丢洗衣机 你就是包在那个 呃 小小的洗衣袋里面 然后直接丢洗衣机洗 然后拿起来亮 其实就就OK了 真的很方便 不用说什么 很复杂的定型不用 就是真的是很实穿的衣服 那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 呃 跟大家再献一下 就是我这一次 就是好像在台湾 就是展出的时候 借植物学的摊位 也顺便就是展售了我的温度包 然后 呃 有知有问我说 为什么都是别别针 然后 我的回答是 我也想做刺绣 但是因为 我就是一个很花心的人 我怕我刺了几个图案之后 然后反悔 然后想要拆掉 然后就不好看了 然后又浪费我的时间 所以就是 我就没有在上面做任何的刺绣 我只有就是把我喜欢的别针 然后别在上面 然后 这个是谷晓英老师的 羊驼别针 然后 这个是 日本的一个品牌 然后这个也是 这个是我在 哦 这个是我在布博的时候买的 呃 布博台北 然后这个是 我在那个百万变市集的时候买的 很可爱的滔土别针 然后 然后这个是我很多年前去台中跟那个一个刺绣老师上课的作品 然后这个是我之前在玩Makrame的时候自己好玩 然后做的一个小别针这样子 就是 我觉得就是 光是别一些自己喜欢 然后有一些 记录 就是因为我看到这些别针 我就会想起 啊 那时候我在 我在日本啊 那时候我去看布博 或是我去上课的那些回忆 就是别在我的编织包上面 就是 还蛮开心的 对 就是大家 有把编织包带回家的机友们也可以 就是把你们心爱的小屋 就是把编织 把温度包做一些装饰这样子 对 就是这样 好 那时间也差不多了 就是 谢谢大家的支持 就是对我个人 还有对温度包一直以来的支持 真的很谢谢大家 然后也希望大家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按个赞 然后还没有做订阅的朋友也帮我做一下订阅 这样子你们就不会漏掉我的影片讯息 然后有任何想要问我的事情 或是想跟我打招呼 或是有任何的想法 都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给我 或者是私讯我都可以 然后我主要比较多的动态 目前还是在IG上面 所以想要随时follow我动态的朋友 可以直接去IG看我的动态 这样 那谢谢大家 然后祝大家有个开心的冬天 开心的12月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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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